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媚频道 我是韩媚 今天是2019年4月14日星期日 这个视频呢 我想说一个在中国发生的一个事情 这两天呢 视觉中国一直在 风口浪尖上 一直都在头版头条 但是呢 今天有一件事情发生 让视觉中国高兴了 因为他顶替了 这个视觉中国 到了头版头条 这是一个什么事情呢 它是一个奔驰事件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 在西安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 有一位女性 她是一个研究生 本来你买个车你用不着说你的学历 对吧 她去一个奔驰的dealership 在中国叫4S店 到那呢买一辆奔驰车 这辆奔驰车呢 价值66万 这位女士呢 她是开这个餐饮的 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本来呢 她这个66万 她可以全款付清的 但是这个4S店就跟她讲 说你啊 你不用把这么大的资金呢 都压到这上面 我们可以帮你贷款 你就付一个定金 然后呢剩下了你就贷款 这个贷款利率呢 很低很低 你是做生意的 对吧 然后你的资金流很重要 那你要是能贷到 很低很低的利息 贷到款 然后你这钱自己可以用 那她是一个做生意的呀 对吧 然后呢 她就接受了这个 好 交了定金 这是在3月22号发生的事啊 之前她肯定要来看这个车了 3月22号这一天呢 她就跟这个4S店呢 签了约 交了定金 然后呢 他们就让她去另外一个女士那儿 办理贷款的这个手续 那她交了定金 办理这个贷款的手续都办了 对吧 保险也都办完了 现在都一站式啊 就是你买车的时候呢 在中国 你就是连这个买车啊 付定金的贷款 还有保险 全都是在这个4S店 一站式办清 这个服务呢 按说是挺好的 对吧 然后呢 她就去办理了这个贷款 那这个办理贷款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办理贷款的那位女士就跟着说 说呢 还有一笔费用 是一万五 你也应该交 然后她又说 哎呀 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 一万五 然后交 然后呢 她交那个定金呀 保险呀 她都是刷卡的 然后她说 那是刷卡吧 这位女士呢 就说 这笔钱呀 不能刷卡 她说 为什么不能刷卡呀 她说 这笔钱呢 跟那个其他的不一样 这笔钱呢 不能刷卡 然后呢 这位女士呢 她就是 不同意 其他的方式 那个销售人员 也跟她说 哎呀 她说 姐 你就那个什么吧 她就一万五 你就用微信支付吧 然后呢 这位女士 她就不同意 这位研究生买主啊 她不同意 然后他们就给她晾在那 据说是 晾了二十多分钟吧 给她晾在那 到最后呢 她就没有办法 然后她就把这一万五呢 是用微信吧 还是用什么 反正不是刷卡的方式 就交了 好 交了以后呢 本来这事呢 就完了 对吧 然后就提车 那车呢 就在 大家都知道 那个4S店 对吧 那个大堂 非常的大 然后呢 她那个车呢 就在那个大堂里面 然后这个车呢 就交付给她 她拿着钥匙 对吧 然后这个车呢 就往外开 结果呢 这个车 还没有出这个大门 那个大厅啊 很大的一个大厅啊 还没有出那个大门呢 就发现这个发动机啊 漏油 发现漏油 发现漏油 这是个新车呀 再开了也没几步 对吧 就发现她漏油 然后这位女士就不干了 这位女士就说 这个车我不能要啊 然后呢 跟这个店啊 西安的这个店呢 之间呢 这个纠纷就开始了 她要求这个车我不能要 我不能要 然后呢 这个店呢 就不同意 他们说呢 是按照中国法律规定 说这个车呢 三包 说国家呀 有一个三包的规定 说这种情况呢 就只能给她换发动机 给她免费换发动机 这位女士 当然是不干了 对吧 花这么多钱 然后这个车 没有开出去啊 还没有出门呢 她那个大厅总共也没多大呀 等于封一骨肉就转了两圈 可能离开原来位置 对吧 怎么发现她漏油啊 应该是离开了原来那位置 有可能她下车 然后干什么 发现地上有油 有可能是这么发现的啊 这个情节我猜的啊 我只是看人家视频 这个视频呢 我会给大家插下来 我现在就把这视频 给大家插下来 大家先看一看 好 这个视频呢 大家看完了 对吧 这个视频是什么呢 这个视频是这位女士 发生的这事得不到解决 然后在那维权的这个 你从那视频呢 你就能看出来 她这个大厅 这女的在那说了啊 她坐的那个车 那个机器盖子上面 就指着前面那个大门呢 没多远 连那个门都没出 然后就出了 我凭什么 我凭什么 我花这么多钱 我弄一个 对吧 大修过的一辆车呢 对不对 这是很可以理解的 然后呢 她就不同意 她们之间呢 就发生了这个纠纷 然后怎么着 这个问题呢 就解决不了 当时呢 他们总经理 说是在德国出差 奔驰车是德国的 大家都知道 对吧 说他在德国出差 这位买主呢 他就不接受 你在德国出差 你也得有联系方式啊 现在大家 就算是你用手机 对吧 你中国的手机 到德国也可以打呀 我给你打啊 然后就算是 你手机 你不能打 说你不想打漫游 那是不可能的 开一个奔驰的4S店的 总经理 怎么可能 还在乎到德国 电话漫游费呢 那是不可能的 对不对 退一万步说 在乎这个电话漫游费 那没有微信吗 没有微信吗 没有网络吗 可以用微信呢 但是很显然 就他那个总经理呢 就是回避 跟他之间的交流 那他得不到 这个解决以后呢 这位女士呢 他没有办法 才有了视频当中的 这一段 坐到那机器盖子上面 然后等于说跟那 对吧 形象很不好 他在视频里面 他也说了 我很丑 我觉得很丑 但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今天我看到这篇文章的题目呢 叫西安奔驰事件 为什么在中国 撒泊式维权才能成功 人们说呀 一个好的体制 一个好的社会制度 能让这个暴徒变为绅士 而一个不好的社会制度 或社会环境 能让一个淑女 变成泼妇 没有人想成为一个泼妇 就算是那个泼妇 他也不想成为一个泼妇 他是一个研究生 可以想象出来 对吧 受过这么高等教育的 而且他是一个老板 他是一个开餐馆的一个老板 都是有头有脸的人 你就是没头没脸 谁也不愿意做一个泼妇 66万买的一个奔驰车 不能得到妥善的解决 逼得没办法了 他就坐在这个机器盖子上面 就跟他录了一个视频 放到网上 放在网上的视频 我理解不是我给大家插上来的这个视频 这是后来的应该是 不是很肯定啊 我不知道是哪个视频 反正我现在看到的呢 只有这一个视频 那这个视频放到网上以后呢 点击量据说是上千万的点击量 这个视频救了视觉中国 使得视觉中国 从舆论焦点上 把观众的这个视线引开 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开 引到了这件事情上 那这个视频发到网上之后呢 据说有网友就把这个西安的这个4S店 各种以前的劣迹给挖出来 这个女士呢 说呀 不仅说这个奔驰车漏油 这一个问题得不到解决 她对在买车的整个过程当中 那一万五 糊里糊涂交的那一万五 她也是有意见的 她认为呢 这个4S店 对她是进行了一个欺骗 当时呢 就是这一万五 到底是一个什么钱 没有跟这个消费者说清楚 而是护论她 哎 你交了吧 你交了吧 本来呢 她是可以全款付的 她可以付清这66万 这个4S店都承认这一点的 她可以付清 但是呢 他们就是护论她 就是就是极力的忽悠她吧 就是忽悠她 那个贷款利率低 应该说不是骗她 肯定是利率低 对吧 她答应她多少利率 应该是多少利率 但是 那一万五 你利率再低 对吧 这个一万五 如果算到利息上的话 那利率一下就上来了呀 对不对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当时呢 这个店里面就没有跟人家说清楚 这一万五到底是什么 而是到最后所有的手续都办完了 到最后卡着人家脖子说 你这一万五就必须得交了 而且当时呢 她不同意说不用刷卡的方式 她是要刷卡 为什么要刷卡 我也不太清楚 她为什么坚持要刷卡 反正人家有她的道理 她是想刷卡 然后坚决不给她刷卡 而且这个女的后来呢 她就发现一万五这笔钱 并没有到4S店 也没有到什么银行 而是到了什么一个个人账户 就搞不太清楚 这笔钱到底是什么钱 我都怀疑是不是说 是这个办贷款的一个回扣之类的吧 会不会 我都怀疑会不会 反正他们呢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有所隐瞒 透明度低 不跟人家说清楚 事后呢 那个总经理在德国呢 又不能积极的 及时的 对吧 来出面解决这个问题 采取了一个回避的一个态度 你想 如果你去花66万 你去买一个车 然后你遇到了这种事情 对吧 这车都根本就没有出他们那大堂 然后就需要换发动机了 然后他们还不给你解决 你说你闹心不闹心 舍身处地的 想一想 真的是 我也会很闹心的 我也会失去耐心的 我也有可能会失去风度的 中国的消费者在中国呀 真的是 是一个很弱势的 很弱势的群体 那些商家呀 真的是信誉很差的 我觉得他们信誉很差 他们就是态度倒还不错 他们卖给你东西的时候 和售后服务的时候呢 他们态度还是不错的 一口一个解 一口一个解的 但是真正的伤害到人家的利益 人家主张权利的时候 他们是不给你解决问题的 我记得呢 我以前上学的时候呢 我班里面有一个同学 那个同学呢 他就是那样 老师就说他 态度很好 坚决不改 他就是他犯错误以后 老师批评他 你批评他的时候呢 他态度特别好 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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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改 甚至我改 我改 我改 但是老师说你走吧 一扭脸 他就又恢复以前的样子了 现在国内的有一些个服务行业呢 就像这个4S店 看起来他们就是这样的 态度非常好 但是呢 要给你解决问题 是不给你解决的 很闹心啊 我看的这篇文章啊 评论区里面 不知道是谁贴出来的 说他们这件事情呢 这个4S店一方啊 说已经有了结果了 同意给他退款 是不是换车 这也不一定啊 同意给他退款 但是呢 这个买主表示说 没有 没有收到退款 所以这事呢 等于说到现在 还没有完全解决 好 我说到这呢 我就想提醒一下 网友 就是你在 办任何事情的时候 千万千万 无论别人说什么 你不要因为 对他的一个好感 而当然的去相信他说的话 而当然的认为他会为了你好 你不要这么认为 就像这个女的 他也犯了一个错误 他说为什么 他当时能交了这一万五 除了是他们当时就卡了他脖子 你不交你这车 你就提不了了 其他手续都办了 那些钱都交了 除了这个因素以外 他自己也承认说 我当时呢 就是因为信任他们 他应该是看这车呢 肯定不会是说跟买菜似的 对吧 当天就去了 哎就这辆车了 然后就交顶金 然后就买 他应该是 之前也应该去看过 应该是 看过和谈过 有一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他那个店里面呀 那个销售人员 以及其他的人员 应该是 就跟他建立了一个友好的关系 取得了他的信任 等于说 博得了他的信任 然后他因为对他们信任 然后呢 那一万五呢 就不问 所以就给他交了 我建议网友呢 遇到这样的情况啊 或者类似的情况 你不要想当然说 哎呀他们都是好人 他说特好 中国人经常犯这样的错误 然后你去办一个什么事以后呢 然后就因为人家对你的态度好 尊重你 拍你 对吧 叫你大姐 赞扬你什么之类的 然后就晕菜 就说人家人特别好 你就通过这么一个表面东西 你怎么可能知道他人特别好呢 对不对 就算是人特别好 事情呢 你也给他办明白了 不要忽略忽略 对吧 像这位女士 因为信任他们 就把那个钱就交了 我以前在办案的过程当中 也经常会遇到 经常会遇到有一些人呢 一些个合作呀 或者是什么帮忙 反正之类的吧 一些纠纷 经常会出现这样 我就问是说 那你为什么那会儿 你就给他 或者是你就帮他 好多人就说 哎呀我们不是朋友吗 你看 你就算是朋友 也要给他搞得明明白白 最好是这样的 就好像他们西方国家 西方国家 我以前我在我视频讲过 就是我儿子和他那个 现在是他的妻子 以前是他女朋友的时候 他们两个在谈恋爱的期间 他们两个吃饭呀什么的 AA制 AA制 不是说这次我请你 下次你请我 不是 每一次都是AA制 50块钱 你25 我25 清清楚楚 只有清清楚楚 才不会产生矛盾 我以前 我跟老外在一起的时候呢 我们也经常出去吃饭 对吧 大家在一块工作嘛 中午的时候 有时候中午的时候 就一块出去吃饭 吃饭的时候 就 大家多套钱 经常带着小计算器 带着计算器去吃饭 你要是到老外那餐馆 你经常会看到这种景象 尤其是中午吃饭的时候 因为中午在一块吃饭 一般来说 大家都是同事 好 我们五个人一块吃饭 我们今天吃了120块钱 然后就得把计算器拿出来 120块钱 对吧 加上税 加上小费 然后一共是多少 然后除以五 然后每个人就开始掏钱 清清楚楚 不像在中国 我原来在中国的时候呢 我是我们单位最大的一个 我一般的来说 不跟那些小年轻的 搅和在一起 搅和在一起的时候少 然后呢 也是因为我家里面有负担 我有孩子 他们没孩子 所以呢 下班以后呢 一般的来说 他们那几个小年轻 老在一块吃饭 在一块吃饭的时候呢 今天你掏钱 明天我掏钱 时间长了 他们有矛盾 说那谁谁谁 就特别不像话 别人请的时候呢 都请他在高级的餐馆里面 然后等到他请的时候呢 他就去请我们吃那个 差劲的那个饭 对吧 或者说 别人已经都轮了一轮了 然后他还不掏钱 反正之类的有矛盾 你要说每一次 每一次大家都算清楚 就不会有矛盾 对吧 大家还是好朋友的关系 所以呢 就是建议大家搞清楚 中国有一句话说 亲兄弟明算账 你亲兄弟 把账算明白了 你亲兄弟永远是亲兄弟 如果你账算不明白 亲兄弟都能打起来 好 这个视频呢 我先给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